字幕提供 是剧团C Musical的艺术总监 和音乐剧的女主角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哈啰大家好我是欣慈 大家好我是品玲 我们10月份要演出的这个音乐剧 叫最美的一天 会在10月12号到27号 在水源剧场演出12场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处音乐剧主要在讲的故事是什么 这处戏呢 它其实是在讲一个 母亲跟女儿之间的故事 妈妈呢 她是单亲母亲 她在抚养这个女儿长大 可是在这个很辛苦的过程里面 她又发现自己得来这母亲 所以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 她就决定她要放弃治疗 好好的 把剩下的时间 拿来跟她的女儿道别 所以听起来是个蛮感人的故事 那品玲你在这个音乐剧里面 演的是哪一个角色 我饰演的是长大之后的女儿 就是妈妈也正离开嘛 我是等于用 有点像说书人的这个视角 去回想跟妈妈的相处 所以这样讲起来 这处音乐剧 它的时间的架构 好像不是一个顺向 它是一个交错的 两条线性交错的故事 像平林刚刚讲到 成年的女儿 一开始她去倒序 就是去回想她跟母亲相处的这个过程 那妈妈的这条线的话 就是从女儿诞生的那一刻开始 她非常手忙脚乱成为一个新手妈妈 一路走向她生病老死 为什么会想到 要做这样的一个音乐剧 当初因为我在韩国交换学生的时候 就读了一本小说叫红豆饼妈妈 那时候看了就觉得这个故事很感动 有一种全世界的妈妈都很伟大的那种感觉 那时候台湾也还没有什么 以女性为主种的这个音乐剧 所以回来之后就跟导演杨轩一起讨论说 我们要不要做一个 是以女生演员为主要角色 然后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戏 不过听说并不是真的只有主要角色 而是全部的角色都是女性来演出是吗 对总共有五个演员 包括四位成年的女性演员 跟一位小朋友的演员 导演有讲过我们每一个人 她不一定会成为妈妈 但我们都是谁的女儿 所以在这个戏里面 除了每个人都会去扮演女儿之外 他们也会去演到这个妈妈的角色 哦OK 所以她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就对了 像品琳跟张兰他们 还是主要扮演这个妈妈跟女儿 但是像有另外一个女生的演员 子萱她就是演成年女儿的小时候 演员们也都会扮演妈妈的分身这样 那么像品琳 你听到这个构想的时候 你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对于我们女演员来说是个福利 因为毕竟不是常常有音乐剧 都把女生放在主角的位子上面 大部分很多戏剧也好舞台剧也好 很多时候主角是男生 那其实女生有蛮多面向是可以去刻画的 很多女生细腻的一面 关于妈妈的关于女儿的一些情感 可以去诠释 我之前在看资料的时候 除了这个犬女的特色之外 我觉得她还有另外一个 在《华文乐剧》比较少见到的特色 就是她好像是一个完全没有说话对白的 一出乐剧 她全部都是用歌来组成 像就是跟导演讨论 像母女这种主题 有点悲伤的故事的话 已经有点被做到烂掉 就很怕俗烂这样 我都是太傻的无限 然后我们就在想 必须要让她的形式特别一点 第一个就是 那我们都不要对话 我们都是歌 用一首一首歌 去把这个故事讲完 再来就是除了全部都是歌的形式之外 里面我们还用到了很多 像是光影多媒体 套上的舞蹈肢体 用不同的形式去呈现 每一段歌曲所在讲的 那一个生活的片段 如果都是歌的话 对于演员会不会比较有挑战性呢 因为毕竟你就只能用 歌词或是用唱的 来表达这个剧情 我觉得看人啦 像对我的话就比较有力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唱的 你说的好听 那从这时刻开始 我们就请品林东唱的 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No problem 所以你觉得唱歌反而对人 也是比较好表现的一种方式 当然是开玩笑 还蛮喜欢戏剧呈现的方式 那只是刚好导演已经选择这个形式了 我觉得也算是有发挥心思的一些优势 就是他写歌很擅长一些 好听的旋律 然后让人家听得懂的旋律 那我自己个人也是唱的诠释能力 好像又比演戏来得强一些些 所以也是蛮好的一个机会 与其用说的我们倒多来创一下吧 听说今天你们带来这个肉蛋吐司跟牛奶 好像在歌里面是又出现的 没有错是有精心挑选这个食物 看到这个早餐会联想到 好像是妈妈帮我们做的 那事实上在我们戏里面 肉排蛋吐司 就是妈妈常常帮女儿做的早餐 那我就先以女儿思念妈妈的这个视角 唱一段 妈妈你好吗 肉排蛋吐司的秘方 你究竟藏在哪 想你的时候我走进厨房 模仿你煮菜的模样 但味道总跟你的不一样 因为通常大家在讲话 文音乐剧一直都会觉得 我们这个讲话有四声啊 一二三四声好像很难 一下子去了解这个歌词 可是我觉得 心慈你的创作的方式 蛮让人可以直接理解的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刚刚有讲到 中文本来就有它的声调 那旋律也有它的走向 就是如果你两个走逆向的话 尤其我们就会有很多所谓导致的时候 完全会变成另外一个意思 在写中文 音乐剧的旋律之后 它特别小心的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我在写歌之前的话 其实就会一直自己反复的念歌词 对 然后 终于可以吃啦 会反复的念歌词 然后去把它找到相应的旋律 可能自己唱几遍确定没什么问题 拿到排练唱演员唱了之后 通常如果他们会觉得 哪边怪怪的话 或是会让观众听起来有误解的话 我们都还要再去做第二轮的修正 所以其实音乐剧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 我们之前在杂志里有提到 并不是说作词作曲家 把它做完之后好像就不会动了 它其实是一直不断在生长 可能到舞台上之后 还会再继续做调整 通常很难一次就完全定下来 其实像前奏啊中间的尖奏啊 有的时候你在写的时候 以我自己作曲家的角度 先在家里演一次 觉得演员应该会这样演 或是他会这样唱 然后有时候带进排练唱 你知道发现 跟他想象吗 不是对 想象作业 他语气也不敢算这么做 可能会再调整一次 那有的时候 先奏去调整 让他们可以有做更多的戏剧动作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 在C4的创作里面要去学习的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国外的创作者 无论是作曲还是剧作家 他们其实都很常进排练场 看演员排练 可以更帮助他们在创作上面 能够找到那个适合的东西 听说这一出之前 是已经在韩国进行过首演了 对 我们今年7月的时候 到韩国大球国际音乐剧节 演出了这个作品 在那边还收到蛮好的评价 很多就是三代一起来看戏 然后就是他们会很感动 即便他们必须要看的字幕 才能够理解所有歌词的内容 包括记者他们看完也非常的喜欢 他也有在他的报导上面 透过这个作品 其实可以让观众有个契机 去重新思考自己跟母亲之间的关系 去感觉到母亲的爱与牺牲 在这个作品里面又更感觉到了台湾音乐剧 更成熟的一个面子 最后不知道两位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分享给想看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我自己不管是在演这出音乐剧的时候 或者是看观众的回应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解释自己跟妈妈关系的机会 我自己也到了一个要面对一些社会压力的年纪 可是通常都需要一些事件提醒你 看看自己跟妈妈现在的状态 因为不然你时间一直往前走 不断地在生活面对工作 可是常常遗忘的是我们最重要的人 这是一出还蛮温暖的戏 推荐给观众朋友 可以来听好听的音乐 疗愈一下自己感动一下 我觉得如果像我一样比较害羞 去对你的亲人或很珍惜的人表达你的爱意的话 那你就可以买个票带大家进场看的戏 什么都不用说 他就会懂 可以在10月12号到27号 水源剧场可以看到这个戏最美的一天 票都已经在两庭院售票系统上面可以买得到 非常欢迎大家来看这个作品 OK 那就期待在剧场里面看到大家啰 母亲早安汇报下次再见 拜拜